歡迎收看國光 藝人長銀工作忽視健康 國光幫特別請來專門的醫生 帶著精密的儀器 料替來賓做個健康檢查 看看誰的身體出問題啦 好 我們先問一下 郎顧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放眼生活學 那就是說 因為我學表演這麼多年了 有一天一個朋友問我說 我的表演除了在表演給人家看 然後幫人家上表演課 他還對世人有什麼幫助 世人啊 對 然後我就花了幾個 花了兩年的時間去看這些書 做這些研究 做市場調查 然後包括設計課程 我覺得裡面最重要是改變情緒 累積快樂的能量 因為很奇怪喔 我們小時候哪有聽過什麼憂鬱症 現在什麼憂鬱症啊 什麼都來了 什麼躁鬱症啊 什麼怪症都來了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個快樂的心情 你才有快樂的人生嘛 當然就是變成生活上的 心海螺盤的就是 來 哪一個 是的 哪一個 職場上的 是的 各位現場的來賓 今天電視機媒體的觀眾 大家請 這個時候林秀逸 不是 林真毅老師 林真毅 沒有啦 這樣就像 來 林真毅 真的嗎 真的嗎 有做過健康檢查嗎 當然有啊 有做過健康檢查 舉手 你被抽過屁眼 對 你被抽過屁眼啊 是啊 照職場啊 那是必要的 這這個沒關係 好不好 OK 那多久做一次 你之前 因為這幾年真的比較忙很慚愧 我大概有四年沒有做健康檢查 沒關係 我四十年都沒做 這個... 林真毅 其實喔 像我一人... 羽毛剪 其實啦 我是一個 對自己身體健康非常注重 毛鐵不在你就要回來 要回來 其實... 沒有 找不到自己 我也會找不到自己 沒有啦 其實我這一個人 對身體健康非常的重視 是... 像我呢 我做過婚前健康檢查 然後我也做過全身健康檢查 那都是有原因的 你比方說我現在有一天走在路上 我突然覺得 奇怪 我腰怎麼痛痛的 因為太色了 太色了 有些是很正常的腰痠背痛 我覺得有很多的那個... 還有什麼東西叫不正常腰痠 有 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要說肝 肝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器官 對 知道 現在他也不會說話 沒有什麼器官會說話 胃也不會 我意思說肝 他不舒服 他不會說 不會反應 你的心臟會說話 有錯了 厲害 然後肝雖然他不會說話 但是呢 如果說你已經受傷了 你還是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去檢查到 所以肝已經出問題 都已經到後面了 糟糕了 但是有些東西他會說話 誰 誰在胃 器官 胃會說話 胃會痛 一抽筋有沒有 不要講靈異的好不好 沒有...我講真的 痛感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痛的東西太多了 我的胃啊 食道逆流 然後胃抽筋 你就覺得那胃... 然後火燒心 走走 還叫火燒心 你就覺得好像膽汁 跟什麼腸汁都快吐出來 腸汁有這種東西嗎 就是膽...膽汁 腸汁... 腸汁... 那我心臟也曾經抽筋過 心臟抽筋 心臟抽筋你沒抽過吧 沒有... 心臟抽筋好可怕喔 心臟抽筋是不是... 我跟你講 請問院長 心臟抽筋是不是就是 心臟擴大的意思 那倒不是 真正心臟抽筋是比較麻煩的 我們心臟是有節律的抽筋 樓上擠的時候樓下鬆 樓下擠的時候樓上鬆 這是正常的這樣 真正抽筋是一下子都堆到不鬆 我就是一下子堆到... 然後我這個很厲害喔 就是喔 我知道抽筋了之後呢 你要看陰液的措施 現在一抽筋... 對抗 糟糕 抽筋 白癡... 你怎麼那麼容易抽筋啊 白癡... 你不能用另外一個抽筋 轉一定的抽筋嘛 左腳伸直 左腳伸直 我幫你扳 不是 我右腳抽筋 右邊要相反啊 對...比如說我拚頭痛有沒有 我很會偏頭痛 真的 我的偏頭痛... 偏頭痛怎麼辦 專門的 右邊 太陽穴 然後這個地方這個叫頸... 頸椎 頸椎 然後旁邊它有個穴道 大動脈這邊 大動脈這邊 那種痛喔 你這樣有個辦法 你這樣抓虎口這邊的這邊 虎口的這個地方 左右虎口有差嗎 有...你右邊痛抓左邊 左邊痛抓右邊 其實那個人家說胃痛 也是抓這邊 對啊 沒有...胃痛...你要抓虎口 你屁啦 他會... 不是啦 那怎麼會逆流啊 食道會逆流 因為這個... 真的啊 心臟也是 管全部循環的啦 那便秘咧 便秘 便秘是不是 沒有... 突然間就想大聲 我便秘是這樣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啦 我跟你講我這邊最開心的 就是我從來沒有便秘過 因為我是屬於軟便知情 我真的不想聽這個耶 有人問這一題嗎 等一下 沒有人問這一題 然後我快要講到哪裡 等一下 講到我的病痛這樣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講病痛 那麼開心的 我跟你講...我太厲害 而且... 因為我對你們一樣的病痛 都有很切身的那種感受 醫生你可以回家了 好像都比較總套 但是我的方法不一定正確 而且你知道嗎 我還不能夠確定 我到底現在是不是痛風 因為痛風它有分成兩種 我覺得你快中風 一種是... 對... 真的好嗨喔 一種是假性痛風 一種像順子那就是真的痛風 它已經痛到有結晶了 結晶 對 就是說那個腳踝還是說 大拇指在那邊會腫起來 有結晶體 對 那是已經... 尿酸啦... 那假性的是怎樣 假性的就是... 他不是長在那裡啊 都亂講 假性的就是關節的地方 它會有一種紅腫 你怎麼那麼開心啊 它有點像那個風有沒有 我經過了之後 凍傷你凍過沒有 誰沒事凍傷 沒有...就很冷的時候 你比方有凍傷 它就會紅紅的 然後你會這樣丟一丟一丟一丟 那我們平常像這種時候 我們如果犯起來的時候 它也會這樣子 那就是大概就是 兩天到三天就好了 對 但我那邊有個特效藥 很好用 你其實林真益也來了 不收費...真的不收費 OK 對...自通風的啦 剛才講到為什麼健康檢查 對不對 你多久健康檢查一次 我... 我結婚到現在兩次 兩次而已嗎 我當病也有健康檢查過 問你多久沒檢查 你講好久喔 多久啊 三年嘛 我全一次是三年啦 那健康檢查 它是一個非常繁瑣的過程 是 尤其是它的那個... 你現在是... 時間不夠了嗎 不是 你們... 你們內掛很奇怪 小郭是不能講冷氣 你是不能講身體就對了 沒有...我跟你講 我身體我太有心得了 繼續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問那個 每天一類洗面 你們節目可以這樣子 沒有做到Ending就換了嗎 沒有Ending啦 現在只是問一下這個 待會兒要再繼續聊 那你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什麼時候距離做問題 到現在只有三年 我只要回答三年就可以了 對... 因為你現在是等一下後面要問的 我怎麼把所有的病都講完了 對...我們等一下問你什麼啦 我還長過肌炎 我告訴你 好了 肌炎 你有沒有做婚前信息... 你要做 婚...婚前健康檢查 我沒有做婚前健康檢查 但是我每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那有曾經自傷炎嗎 就是我有保... 就是保很多的嫌 所以他都會送我 妳有沒有痔瘡 痔 曾經有 女孩子最容易痔瘡了 對 因為... 真的 因為我老婆有做過啊 內置... 他會跟你講說那個... 現在是人家講話的時間 謝謝 每個人都會怕其中每一個項目 像我們個人呢 就是對於照直腸鏡 非常的無法理解 那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最怕的是 健康檢查哪一項 因為我沒有照過直腸鏡 所以這個應該會是我 為了害怕的一個項目 不會耶 真的不會恐怖 而且現在那個鏡頭都很小啦 我只是提醒他而已 我其實就是怕有東西進去 包括要照胃鏡 我有照過胃鏡 天啊 照胃鏡這真的是一個智障的事情 為什麼 就沒有 因為他要放一個方漏斗 就是他...像一個漏斗的東西 然後讓你的管子可以進去嘛 他把你咬到 所以那個東西隔在嘴巴裡面 他開始塞 然後塞進去的那個瞬間就會... 就很難過 乾喔 很難過 演得好好 然後進去... 進去 你就是覺得有東西送進去嘛 對... 但是那個都不是最難過 最難過的是你躺著 然後他那個螢幕 然後他還離你有一點距離 他會叫你看 然後你一開始嘴開開的 可是你嘴開久了會撈摸 對 就你那個貓尼克又在那邊 所以你整個人在... 口水一直流 然後旁邊有個朋友陪你 一直拿胃子把他擦 真的要自己這樣亂就這樣 看到你的胃 對... 左邊那個... 就一直這樣 好久喔 然後等到做完再拔出來 那一瞬間也很不舒服 也是乾喔 不是 就是你就是有個東西 在那個喉嚨從你的胃那邊 這樣好好... 一直出來 這個醫生啊 你們這個做... 這個你們不能先錄影嗎 錄完影我們大家再來看嘛 你不要讓我們再戳就這樣 你看這邊 往裡轉 那個是現場轉播 為什麼呢 讓你當場看到 你比較有感覺 比較真實感 而且因為我們當場看到 有一些什麼時候 我們會告訴受檢者 說這時候可能我要做個欺騙 或者這大概就發言 可以解釋你部分的原因 那你是哪一項最害怕 我看檢查最怕 檢查報告 檢查報告的那一剎那 對... 打針我也怕 我什麼都怕 打針我也怕 抽血我也怕 我剛才遇到一個護士 可能是第一次那種實習醫生 看到我會緊張 看到一個護士 他第一次又是實習醫生 他的位子好快 實習護士啦... 他看到我會緊張 因為他不知道要叫你什麼名字 沒有...他就打... 他抽血的時候 不是 葉老師 不是 拉斯哥... 然後他就是... 他那個把人家抽血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緊張 他手會發抖 他護士會發抖 怎麼打針啊 對啊 結果呢 抽進去再拔出來 拔出來 那抽起來 不對... 他手還在抖耶 怎麼連續的護士會這樣子 看到你 他會緊張嗎 帥啊... 我第一次去健檢也有 因為我那天早上 我媽媽都是那種 很不想人家排隊 所以一大早就推著去 然後像睡很輕鬆的 第一號 然後也是 因為我弟弟前一天去做檢查 所以他大概就已經被預告說 我第二天會來 所以他那個檢驗室 那個三個小姐 三個護士小姐 我一走過去 他們三個是這樣 對啊 你真的來了 我們以為他在開玩笑 好 三個人就手忙腳亂 一個綁那個... 那個橡皮... 支血袋 然後另外一個就準備針 然後那個拿過來 他說 你放輕鬆... 你真的來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血管很細喔 會跑喔 你要小心一點 他說不會了... 我們都很有經驗 你來 你深呼吸 你真的來了 走不動 對不起 那個... 然後我就說好 沒關係 我有跟你講過 我血管很細 對不起... 然後換一個人過來 沒關係...來 我們再來一次 然後就換了一個位子 然後就這樣 沒有 我們只是看你好興奮喔 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我們會再一次 然後換一隻手好不好 好可怕 就換一隻手 來了 第三個護士 不好意思... 我們就看到你好緊張喔 就不好意思再說再戳一次對不對 他就開始在我手裡面找 這個是最恐怖的 你就看他那個針在裡面這樣跑 他說我一下就找到了... 我一下就找到了 你血管真的會跑耶 我再一次 找到了... 他又跑 你不怕打針了是不是 我說不怕 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最後就是這裡根本沒有辦法 那最後是什麼 打頭皮 找 我忘了 他不知道找到 打頭皮幹什麼 沒有 找比較最痛的地方 就是比較靠近手的地方 對... 健康檢查當初的目的 是為什麼 是自己想做還是家人 叫你們去做 沒有 就是像我就是很多痛都來了 你自己敢去做身體表現 對 你看像我這種年紀 才四季的 我有老花也又監禁四季 什麼衰 什麼衰 很假的 有外面的人 講完了 跑掉耶 這不負責的家伙 就好像我們開車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走過去 那就跑掉 那種時代有沒有 還不曉得是誰 你不要吵自己過來 而且剛剛講 因為老人班都長出來 所以有布拉斯那時候 做健康檢查是因為 自己身體不好 很不好 想去檢查 對... 但是我也很怕那檢查出來結果 我知道我肝不太好 那算命的說... 算命的說我差不多四十歲以後 我的那個腎臟可能會不太好 這是算命的講的 是 我十五歲就算命了 是 她說的嗎 不是... 妳是因為身體不好才去做 那另外兩位咧 媽媽是因為精打細算 不用吧... 我是因為有一次 我自己在家裡昏倒了 昏倒了 有一天我就走路 我好像要去倒水 然後走一走 然後我就... 真的喔 我還這樣... 然後整個... 妳還記得啊 對 我還這樣... 然後整個就撞下去了 我看妳不要講出來吧 妳的男朋友看到了 他就不娶妳了 平血啊 對 然後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這樣... 然後我就懂了對不對 然後我再次醒來的時候 我已經全部這邊都寫了 不知道葛多久 因為家裡沒有別人 好像志村見那個鬼 結果我一個人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覺得 怎麼黏黏的 然後偶爾都寫 然後這邊牙齒什麼都撞破皮 然後結果我就想要不對勁啊 我為什麼會自己莫名其妙的 在家裡就昏倒了 所以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去開始檢查 結果呢 是腦力不足 結果是... 腦力不足 好壞啊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我說我沒腦的那種感覺 倒了 那就腦力不足啊 不是 是後來他們發現 我有心臟瓣膜脫垂 所以剛好就... 那個瓣膜卡到了吧 好驕傲喔 瓣膜卡到去 瓣膜卡到去 然後水流不過去之後 整個就... 停住 然後就昏倒了 那瞬間的 這個很像機器人喔 走一走那個電流沒滾 我那時候也是嚇到 因為我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那妳有這種先天的症狀 適合結婚嗎 適合啊 而且要更受呵護 算命的說 有這種病的人 一定要嫁給泌尿科 泌尿科 就是欣賞泌尿科 準喔 我真的不知道泌尿科的耶 妳有三個小孩 妳為什麼不做身體檢查 我是現在準備要去做 妳每次都是這樣的 真的啊 我剛剛還在做... 妳還好意思講耶 我大概三年前喔 我做完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又遇到他了 他那時候剛好住在我們家附近嘛 他說你去哪邊做健康檢查 我說現在健康檢查都不會痛 因為有很多那種麻痣的方式 他說那你有沒有認識 我說我很熟啊 星光醫院有個護理檔 就是我們親戚的 對啊 我說那你去 那電話給他了 已經三年了 他現在還沒去 什麼態度啊 因為我感覺是... 不是 我不是你爸爸 你不用跟我解釋 這樣去沒有關係 我只問妳說為什麼不去 對啊 為什麼不去 你在怕什麼 有影集嗎 也沒有怕嘛 就是有時候時間上... 不是 因為他在我們這邊 有迷糊療法 算盟不再給他... 拜關醫療法 你是很好的 還好啦 健康檢查 你要...之前要有心理準備 我剛剛跟妳說過 健康檢查那個... 我跟你講 健康檢查不用怕 怕的就是洪杜拉斯講的 看報告 對 健康檢查有沒有說 沒有 血液是幹什麼 你又不是送家戶病房出來 要填寫那個家屬通訊書 其實...不一樣啊 其實我們說到 就是說當藝人 其實做很多事都很尷尬 那看醫生也是很尷尬 就跑去健康檢查 這真的很尷尬 第一個像你們這種 那邊找血管的啦 那邊就是... 而且童康 萬強中肝喔 那個不行啦 誰會這樣 很尷尬嘛 對不對 很尷尬啊 你去的時候有沒有很尷尬 我去的時候其實還好 因為造食堂記的時候 不想去叫出來 然後沉睡 叫出來 沒有 我那一次 其實我去做健康檢查 有一個... 其實那是剛好是一個機會 正直造影 但是就是一個人 躺在一台機器上 然後進入一個時光機器 時光隧道 然後大概差不多快一個小時 再出來 一個小時喔 對 你就躺在那邊 不要動 那你有想到你的醫生嗎 你自己想到的光機器耶 我想我醫生幹什麼 那人是要推進去了 可以睡嗎 對啊 你會睡著 會睡著 對 會睡著 那個機器是因為他們是說 可以幫你檢查出你的癌細胞 初期 初期就是驗血什麼 查不出來的 那個可以查出來 可是你做的那個 可能跟我做的核磁公正不一樣 你那個很難面 你那個出來是什麼 我說... 你最近有雪光之災喔 那個車關小心 因為我要你拜拜啊 算命啊 然後把整個蔡芯芊摸骨出來 結果他很不舒服喔 我說他是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不一樣 那我那很痛苦的原因是因為 我就是... 不是 因為我... 剛好我去照這個X光 發現我後面 脖子第六七根有骨刺 骨刺它壓迫到神經 所以我很可憐就是 因為你剛才躺一個小時對不對 是 我連躺30分鐘我都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躺的話 我的脖子跟這個床 它中間是有縫隙的 那我頭這樣子OK 但我不能這樣子 我這樣子的話 我的胸椎有沒有 整個好痛 我這隻手整個快斷掉 現在還會嗎 現在我現在已經弄好了 弄好了 不然就在現場表演 沒弄好之前 每天睡眠不足 一天只能睡30分鐘 睡覺怎麼樣 對 睡覺我就側睡啊 我只有側睡而已 那我躺著的時候呢 因為那台機器是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為什麼講白色的呢 白色的表示純潔啊 我不知道你什麼 那個有什麼關係啊 但是好像每一台都是白色的 然後你退進去的時候呢 你就躺在... 躺在那個盒子供在床上面 有沒有感覺 有感覺 正嗎 它就是有一種 真的快要變成太空人的感覺 你退進去 然後蓋起來之後有沒有 他有毛巾板的眼睛蓋住 那就快聽見了 它每十... 好像是每五分鐘 後來變換一種音頻 一開始就... 然後過...對... 然後再過上面 他就覺得聲音 活啦 你那是做效果的 你那是跌倒的音樂 對啊 他看人家生氣 你好奇怪耶 不是那... 你去坐會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 我生剩性 要多久 也是差不多30分鐘 那我出來好痛喔 他就... 他就看到那個上面 合作公演的影片 他說你的脊椎有問題 但是就是有問題啊 那種關係 躺椎已經忍受了很久了 那很痛很痛 然後醫生說 你怎麼不早說 早說就不用照了 我根本就都要做那個什麼... 什麼... 抹片 對... 紙工抹片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啊 那個醫生喔 他大概... 身高大概160 不到吧 因為他坐在椅子那邊的時候 我在跟他 就面對面看的時候 看不到走 我就看到他大概這樣而已 然後我就想說 他大概... 他大概坐很粗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那你說檢查什麼 好 這個等一下幫你檢查這樣 我就說那會有別人嗎 他說會... 好 後來就去內診 他一站起來 跟我一樣高 就是個子很小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他有點像小叮噹 就覺得他很好 就想要欺負他就對了 沒有 我沒有要欺負他 是他後來很妙 因為內診不是要冷靜嗎 因為很尷尬 我跟他宿妹平生的 我為什麼要給他看 對 很尷尬 對啊 對啊 然後就... 沒有... 他見過很多面 也不想給他就對了 也是啦 就是大家第一次見面 就這麼...看那麼仔細 就會有點尷尬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別的地方 然後那個護士就說 像你小姐啊 你之前那個... 你之前那個去那鬼屋會怎樣 就明明腳太開了 然後再跟他... 對 醫生對 在看 然後你又要旁邊 跟護士小姐聊天 那真的很尷尬 然後其實他本來都... 他中間會有簾子蓋起來 那因為呢 他到中間就要給我看說 我裡面長得怎樣 所以又把簾子打開了 簾子打開 旁邊有一個螢幕 他就要給你看說 你裡面長怎樣這樣就對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看我裡面長怎樣 所以我就是...他就說 你小姐 你... 他因為覺得太漂亮 而導致於他想跟我分享 裡面有多好看 所以他就說... 健康啦 他的意思應該說很健康 他就用講漂亮 你看你 這個漂亮喔 你看 真的很漂亮 你看 你看裡面這樣 然後明明就在裡面動 然後你就又要一直說 我看不出來哪裡有漂亮 他說你相信我 我看很多啦 你真的很漂亮 健康的啦 就是邊好像在打電動 然後邊跟我聊天 就是那種感覺很尷尬 下去到醫生看到 漂亮... 這個漂亮 我看過 漂亮 買西瓜啊 漂亮 裡面很漂亮 真的很怪耶 其實我們去做這種 健康起來像我們藝人的話 真的會希望這個護士或是醫生 不要聊天啊 不要聊天 可以聊天啊 我覺得不一樣 但是要有一點職業道德 什麼意思 真的啊 比方說看完我們之後 然後看完了之後他可能就... 當然每個人... 你好像有心虛耶 不是 我... 有人幫你拿出來比嗎 不是 我就很成為 我問護士說 你們有很多藝人 還有你們做檢查嗎 他說有啊 但是我不能講是誰啊 對 你就是不能夠講 對 你就是不能好好講 我說那我今天來 你也不會講吧 他說那也不會講啊 我說那還好嗎 你自己嘴見啊 你自己叫做人家 要不然你會... 是我有學長跟他說 我看過洪杜拉斯的比方說 比較隱密的 沒有 他說還好嗎 那個護士這樣 你算小的啦 沒有 我就是很怕這樣子啊 我的好朋友 趙志強跟他去做 也是趙衛進 那個那次也是很尷尬 就是他自己就在講說 為什麼他的悲劇 在我們聽來都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主要是 因為他已經照完衛進 然後他要把那個管子拉出來 就是那個照相鏡頭拉出來 可是那個小姐大概 看到他很開心 他手快了一點 所以他這樣一拉的時候 其實他喉嚨有一點受傷 所以他拉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有口水會有黏液嘛 所以就這樣 伴隨著黏液出來結果 結果血絲 結果血絲還躺在這裡 這樣還在這邊躺著 然後趙翔就準備拿衛生紙 在那邊擦 那小姐一直跟他道歉 可是在道歉的同時 就有另外一個小姐 我在等你做完這個檢查 幫我簽名 就是他就說 然後他簽名 他覺得很悲痛 我就一直笑 拜託 我那個那個 就是要檢查心臟的時候 不是他要照那個 不知道超音波還是什麼 結果也是很尷尬 因為你等於是 整個胸部就打開 躺在那裡 然後他們也假裝 沒有在看你的胸部 所以你外擴 沒有啦 他就是在弄啊 然後就是在看 你看你現在心臟怎麼樣 那就很冰涼啊 那個地方 就會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一定要照那個東西 一定要脫掉 怎麼看得到 不是 他用那個超音波一樣 塗一種有沒有 塗一種黏液 對 然後就在那邊 可是你看他用那個東西 他手沒有碰到 可是事後 護士小姐要來擦的時候 他手一定會碰到 他說來 在擦的時候就會摸到 然後他說 就是邊擦 對 邊擦你的胸部 你的胸部在邊擦的時候 還說那等一下可以給我 好啊... 但是等我穿好衣服 真的很奇怪啊 醫生這個 當你們這種醫學語言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們做完健康檢查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有時候會讓我們 有時候會心情不好 就比如說你會嘆氣啊 或什麼 你搖頭啊 你... 這個當然要看每一個醫生的 戲也太多了 不是 你不會 我們看多了大概比較 原則上都是先鼓勵嘛 這個犯不著嚇屁人 但是某些地方呢 該要實話實說 是... 當然還是要技巧一點 也是要看情形 但是呢 該要講的話 最後還是要完蛋 比方說 對 喵 對 有沒有這種醫生啊 哪有 這種醫生會被我打死 對啊 在幹什麼 一直做表情 你在點什麼 最後一 你... 走了 你怎麼這麼健康啊 沒有 有一種比較可怕 他一拿出來 就哭了 沒有 他... 哭什麼 又不是他們家屬的 哭子 愛上你的 他說你可能有關這個心臟方面 要做進一步的追蹤檢查 這個就慘 對啊 進一步的 就會讓人家很緊張 對 進一步的就完了 就是我最怕沈默 然後不想講話的一聲 你又怕人家多話 又不希望人家不講話 又很難自後耶 就是不要聊天 但是可以講那個內容就好了 可是有的是連講都不想講 就說你很好 那OK了 就走了 然後我會覺得好像很浪費時間 對啊 你都很好他要跟你說什麼呢 漂亮喔 我看過最漂亮的 漂亮 是 然後上半身 OK 你這個圓潤 這麼矮還可以這麼均勻 OK 那你要我們講什麼 講到矮 我真的 我覺得為什麼健康檢查 要檢查身高 第一關好不好 他是一個別例嘛 可是為什麼要身高 身高跟健康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啊 身高很重 Idy是你量的 一量等一下講 都是高跟鞋齁 才不是 他們很機車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 你配成152 很大聲因為旁邊一個在記有沒有 42公斤 然後就很大聲 幹嘛那麼大聲啊 就類似這樣 沒有 我被罵過啊 被罵 被罵 被醫生罵 那個因為我的這個呼吸系統 是出生就不好 是 遺傳的 然後就是從小喔 早上起來打噴嚏可以有一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常常我都在懷疑 對 我都會懷疑說我會在... 超過20個以上 當然 小時候 尤其是初中的時候 那個升學壓力又大 然後又是早上早起這一類的 所以就是 我常常會擔心 我在打下一個噴嚏的時候 把頭打下去 就是他就... 然後這樣滾出去 所以就不太敢在陽台打噴嚏 他撿不到 那後來當然長大以後 我自己也有在注意 包括說現在我都不喝冰的 然後盡量不吹風 晚上睡覺不開冷氣 沒有辦法 因為為什麼是這樣 是我在幾年前呢 我出現了後天的氣喘 後天的 我是後天的 然後那次是 那天發作是前一天晚上 其實就開始了 就前一天晚上到十點多 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就覺得我氣喪不來 我就想說 因為從來沒有這個病史 你不會想那麼多 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頭靠在沙發這邊折到 有點像吸管折到 我就一直瞧位子 一直墊枕頭 一直這樣自己的呼吸系統 比較順暢 那因為那天又很累 到後來就是很難受 但是我還是睡了 但他睡到五點 五點的時候是 是窒息 就是睡到五點鐘的時候 是這樣 衝過來 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先生就嚇醒了 就我沒有辦法進來 然後我就在外面走來走去 我走了兩個小時 我沒有辦法呼吸 我後來就跟他講說 你必須要送我去急診 我覺得我是氣喘 而且我感覺到我的肺 就是這裡面好多聲音 就是像火車一樣 好多聲音 而且我不能 我真的沒有辦法呼吸了 然後就趕快開車 大概七點半到醫院掛急診 早上 對 然後那個醫生就開始 就一聽嘛 他就說你這裡面跟打仗一樣 他說好厲害 然後就問問 以前沒有這個病史 好厲害 什麼東西啊 就裡面很厲害啊 你要不要人一起太厲害一下 然後就先去做呼吸治療 他先聽 聽了以後 然後呼吸治療等等的 就是之後回來他就說 你的狀況很嚴重耶 這是警行廳的電話 不用 我師兄是何冠軍 OK 那不用喬啊 我的意思是說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早上九點就有通告 我還跟他說 可不能待太久耶 我有通告 那醫生就這樣 我就說有這麼嚴重嗎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你非常嚴重 他說我告訴你 你還想工作 你根本就應該要休息 你要休息一陣子 我說不行耶 因為這個通告 他有一屋子的人 因為是錄影 戲劇的 我說我怎麼撤 我晚上還有一個通告 然後那醫生很生氣 他真的是關心我 他就這樣看著我這樣 我告訴你 你現在走出去 你隨時就會死在路上 你不要說我沒有警告 然後 不是 因為他希望我留在醫院裡面 不要去工作 他說我就太嚴重 然後我整個氣管已經快要沒有 沒有氣進去了 還是在醫院生意不好 沒有... 那是我們自己教會的事 台安醫院 台安醫院是婦零安心日會 台安醫院很正 然後我知道他在關心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撤 我只能讓我自己多休息 他就說好 等一下 等著看你呼吸治療之後 看怎麼樣 他說...他就說 有比較好一點點 他說這樣 我讓你先帶的藥在身上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說你這樣真的不可以 你晚上一定要再回來什麼 你明天一定要再回來掛其他的什麼 心肺治療的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們演藝圈 有多少人因為這樣子死掉的 他就舉了幾個人的例子 然後他說他們都是一樣的原因 然後我就...其實我滿害怕 可是那天晚上真的 我錄完《綜藝大哥大》的表演 節目沒錄完喔 我只把我的表演做完了以後 就直接倒在那邊 我沒有辦法呼吸 又是被送到醫院去 然後那個護士 晚上急診的醫師 看的時候 你今天早上才來過 然後就住院了... 所以那是醫生講得很重的話 你現在隨時出去 那個晚上醫師講 你今天早上才來過對不對 活該不是跟你講了嗎 他有交代了 其實我很怕一種醫生 什麼醫生 就是說他找不出你的病...病源 你是不是看獸醫喔 不是...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樣的惡劣 我好不容易講兩句話 他好像是說要把我趕出去這樣子 我們今天有什麼破解嗎 不是 你為什麼會早上... 我已經冷靜很久了 我一直都沒有站起來 我覺得我是不是要跟妳溝通一下 我們要到外面的禪房去 就調解一下 我才講說我那個人的朋友 他就說我受醫了 我是狗嗎 從你開始錄到現在 你都一樣的感覺嘛 沒有 我一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一直對我 這麼充滿的敵力這樣子 我們兩個也快要有了 然後你一直下雨... 你一直下雨... 我一直下雨嗎 你會看的嗎 有...我這邊有看到 我一直下雨 你一直下雨 不是啦 我們現在把我們切身的經驗 切身... 你會講到哪裡 剛才講到... 不講病因的 講不出來病因 我有陣子喔 人很奇怪喔 人的過十歲、二十歲、三十歲 四十歲 他到了四十歲 他就會產生一些中年的變化 當然沒有啦 我很奇怪 你加這句話就討人厭了 真的嗎 對 就這句話馬上剪掉 好 繼續來 然後到四十歲那邊 我身上就會癢耶 老人癢 癢 老人癢 你年輕的會癢嗎 老人癢 奇怪 你們是怎麼回事啊 我這邊主持人也不是講我... 是整...今天是... 是整人節目嗎 有東西打下來嗎 人生劇 我剛剛有個身體健康檢查 好啦 我剛剛講...我會癢 我老人癢 你說以前都不知道你為什麼 我隨便猜猜看 我也沒多老啊 你還比我... 你比較大...我給你大一點 那我講到說 我真的是這兩年才開始癢 你很漂亮... 你都很漂亮 你那邊最漂亮 漂亮喔 讚喔 從那老人癢好不好 我眼淚都笑出來這種人 好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癢然後呢 皮膚在癢 心在癢嗎 四處嗎 四處 不是四處喔 是四處 四處 到處... 我快瘋掉了 是四處還是... 四處啊 氣死人了 為什麼我好像錄錯節目了 我怎麼好像錄到... 我快死掉了 到處就癢 然後你看喔 然後這個東西它... 你...比如說現在是沒有啦 它有一點癢了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有幾隻螞蟻 在身上爬 然後就開始抓... 抓之後叫它一百隻 再抓...幾千隻在大盆上爬 你知道嗎 然後它就浮起來了 就跟那個浮水印有沒有 上面有七五三個圖有沒有 地圖一樣 然後呢 他們說是尋麻疹 尋麻疹 尋麻疹 那它是說 屬於很多的過敏 會傳染嗎 不會啦 它不會傳染 尋麻疹不會啦 尋麻疹不會傳染 但是呢 它... 它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它就有一陣子時間 讓你去享受那種癢 享受 對啊 享受 抓它一個差不多半個小時 那開始就在紅腫 然後就熱 越抓越嚴重 對 越...不會 很舒服 但是你抓完之後呢 它會跑喔 大腿跑完跑 左大腿跑完跑 右大腿 然後就跑右小腿 然後就全身看起來 然後全身就是癢 然後我就找醫生嘛 那醫生就說你這個就是 第一個你生活 作息不正常 第二個可能你對皮膚 什麼地方過敏 是 第三個是你可能有吃的東西 第四個可能是空氣也過敏 講得到十幾樣 對 它的可能性很多喔 那我活著怎麼辦 你看 我要去注意 我是不是洗熱水找的時候 太燙 然後皮膚會過 那也不行 我是不是吃東西 我也不能喝咖啡 然後那個... 刺激性的 會發的 是不是可以蓋被子睡覺 可不可以不要穿衣服睡覺 我每天光想這個 我就瘋掉了 他說你要去找 找出你真正過敏的原因是什麼 你說我的過敏原因是什麼 老了 對 真的 好 老了 我跟你講什麼 這是找人要嗎 那結果最後是什麼原因 你那個節目可以講三字經 你會看笑笑嗎 你有沒有看泌尿科 有用嗎 我尋碼仔是看泌尿科 我瘋了啦 我心臟病還是看骨科耶 那我現在就一直在想說 我為什麼會皮膚過敏 老了 現在走通告費可以領... 你知道 起了嗎 會不會是走... 可以看幾個通告費 可是我有聽說話 我有聽聽有的醫生說 就是人會學著那個年齡改變 體質做改變 對啊 他應該要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方法 沒有啊 他應該要講得很清楚啦 就好比說 為什麼你最近就那麼衰有沒有 你回去查五台 你什麼問題 你整個舅舅不見了 還是說那個妹妹突然... 我會去哪裡找 人家在台灣 我要去台中找 就是不要講那麼多 模擬兩可的 對 你應該就是說 你過我們這就是一個 咖啡不要喝 OK的 不要洗熱水澡 不要蓋有那個蠶屍的被子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可以吃 沒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 笑得很累 等一下可以請問一下院長 怎麼會循麻疹 有老人養這個名詞嗎 老人養是因為 慢慢年紀大了 皮下的脂肪都萎縮了 沒有... 太乾了 太乾了 是乾的 你好漂亮喔 抬頭頂胸耶 假醫生總是有點進步吧 你就是老人養嘛 你最漂亮...好不好 知道我們在錄影之前呢 他們三位都有做過那個檢查 做點測試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 就醫生要宣布 不用宣布了吧 我應該是最亂的 不要要宣布好不好 我們要告訴你們 你們身體上有幾個紅燈 我們總共有呢 肝臟健康指數 心臟健康指數 新陳代謝狀況 生理狀... 心理... 心理狀況疾病 猝死機率 最後這一項很狠 猝死機率 那在這同時 在宣布的同時呢 我們三個要切決 誰啊 輸的去體檢 馬上驗 好 這應該是贏了來做體檢啊 那我去啦 那個少一點了解解放 我這個好事 你還在想省錢啦 你又去醫院檢查啦 那還猜拳 沒有...我了 你猜拳 沒有...不要爭啦 我啦 你沒有檢查過 一樣 沒有 我沒有檢查過 好啦 猜拳... 洪哥應該很健康啦 對... 石頭... 對吧 我們... 贏得檢查 沒有 輸的... 用高科技遺跡現場檢查 看看來賓與藝人 究竟是誰的身體出狀況啦 真正反而肝不太好的 是我們佩甄小姐 大家可能有一點 想不到 對 其他都OK 為什麼 也不這麼說 洪杜拉斯呢就是 乾啊 你比較旺 乾火旺 乾火旺的人啊 脾氣比較大 你看 剛剛... 這一點... 這一點是可以解釋 乾火旺那個財運 會不會比較旺一點 他又不是秘密老師 對嘛 綠燈啊 所以洪杜拉斯是... 對啊 綠燈嘛 對 那另外呢 我們郎小姐的乾功能 看起來稍微高一點點 基本上還算不錯的 OK 乾呢基本上... 就不用貼了 一半 貼上去 一半了 貼一個綠的 乾除了我們身上的... 不是 這個垃圾要排 所以你... 洪先生剛剛講說 你原來身上會癢 對 其實有一部分要想到 是你的乾不太好 那個時候乾可能不太好 那我們很多的垃圾 都是要經過肝臟來排毒的 可能你那個時候不好 他那個時候可能不好 你不要一直講... 反正我綠色的到時候 變成紅色的 等一下... 好 趕快我先一半 好 接下來心臟 但是我其實算綠燈吧 心臟的狀態 心臟其實是... 心臟紋就很強了 兩邊都要看 不過我把這個先擱到一邊 我們來看心情 我一定冠軍啦 不是 就是我們佩甄小姐 這個心臟方面 是比較...她比較虛 她比較不愛動 對... 基本上不愛動 她是不愛動 有啦 剛剛佩甄就講 說她心臟不太大 所以你剛剛的昏倒 對我們來講 屬於所謂的 知識性低血壓 就當你坐久了 躺久了 猛的個一下一站起來 你的心臟 你的血液都是 心跳慢 血壓低 你猛的個 差了一公尺的高度 心臟來不及把血打到腦袋 所以新昏之夜 小心 對 讚的 要慢慢的 不可以一下子 跟姿勢不能變化太大是不是 對... 要慢慢的 所以我們常常對 比較年紀大的 對年紀大的朋友 我們都會建議 三個三十秒 早上醒來 先在床上躺了三十秒 對 坐到床邊 坐三十秒 站起來三十秒 然後再開步驟 另外兩位的心臟呢 狼小姐跟我們洪先生 兩個狀況都有點類似 什麼意思呢 一邊的心血管很旺 一邊的很低 通常我們遇到這樣 就代表你現在的心情 血壓 自主神經都不太穩定 都不太穩定 那一定說一定要講一個 誰旺 誰不旺 我們就來看絕對值 那對不起 我們狼小姐 你的心血管 目前看起來比較... 稍微差一點 比較差 稍微差一點 洪哥 OK 洪哥 對... 目前狀況最好 我們洪先生算中等 新陳代現 李小姐這邊看起來 他也不是挺好 光根據今天的經絡講起來 對 大家可能沒想到 我們最年輕的人 可能健康的狀況 當下他反而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好一點吧 我算了... 老年輕不一定的身體 會比我好 沒錯 可是我不一樣耶 你今天的能量最高 我開玩笑 我氣最旺 我氣多少啊 我們從狼小姐這邊 那邊的確可以看出來 他的肺大腸 你的皮脹 山膠 甚至膽都不是挺好 這幾樣東西不好 那的確反映出來 那也不是 我們只是在這個當下 那這些的確會看出來 這個人是比較容易有氣喘 是會看出來 是有這個樣子的 不要做這個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是啦 他本來就有氣喘啊 他本來就有氣喘啊 所以你不來聽 有可能就是最後 會... 那要心理狀況疾病 都要實話實講嗎 當然 實在應該要保留一下 會比較好 誰有神經病 我們在這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所謂的自律神經 一個人是害 或者裡面其實很不平衡 那有憂鬱症... 你直接講沒關係 又是我們最年輕的第一名 他最近有淚醒面 他最近會這樣子 因為我要結婚了 其他另外兩位都還好是不是 另外兩位的話 比較起來 還是我們洪先生第一名 最好的 還是他最好的 還是他最好的 好 最後一項 最重要的 猝死紀律 根據我們的這個 五分鐘的心跳 我跟各位談一下 大家一看了就知道 我們有一個這個東西 越尖的越高的就越不好 好 我們剛剛一直在第一名的 有機會變最後一名 是... 所以按照這個看起來 等一下 你的還沒出來 是... 你其實是什麼 尖不尖 所以這一點看起來 我們洪先生 你是比較尖 比較尖的意思 事實上 全面都贏了有什麼用 全面都贏了有什麼用 你這樣會說什麼 你這樣 屁啊 你一路贏有什麼用啊你 真的 洪哥你要保重 聽醫生把話講完 他還要保重 不是 沒有看他們貼了幾個紅的 沒有 紅葡萄耶 還貼串耶 看看小康的健康報告 來 請 OK 直接講猝死就好了啦 一分點 你這種機會積少 積少 你們所有裡面 只有數他 最不認真 最不值得 好放鬆耶 再來一個 就好了 換動 轉不動 轉不動 對啊 完全不公平 最不認真 最不執著 錢賺最多 但是認真 執著啊 你裡面繃得就緊 當然你的心臟 你什麼問題就會多 是 他放得舒服 他自然啊 能吃就能吃 能排就排 動作有利落 前滾翻 再來一個 非常的帥 所以這個 狼姑要適時的減壓對不對 對 基本上 能辦幾場 多辦幾場 他們三位 都有或多或少的壓力 都有 一定的啦 一個非常健康的人 給你們一句話 好屌喔你 Don't worry Be happy OK 好 謝謝各位參加國安方 謝謝 謝謝 去檢查吧 謝謝 謝謝